好,我们来看一下例题二 例题二讲的是循环小数的规律 循环小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 把333分之271化成小数 化成小数以后呢 就是变成0.813813813 如果将小数点后的数字呢 依序排成813813813 注意,这个你就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出来 它是每三个会循环一次 首相就是排第一个的叫首相 排头的意思 A1就是排第一个 排第一个就是8 排第二个就是1 排第三个就是3 813排第四个8 排第五个1 排第六个3 那接下来呢 还是813813 813 好,这个如果说呢 如果给你第几项 你慢慢算的话 这都不是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它一次要你跳很多个呢 比如说第31项是多少 第42项是多少 第60项是多少 我们知道它这个规则是 每三个 每三项或是每三个数字 循环一次 循环 这个循环就是重复的意思 每三个呢 就会重复一次 每三个重复一次 所以呢 我们这个怎么算 你就把它除以3 第31项除以3 好 除以3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它会余1 我们就看余数 余1 余1跟第几个一样呢 你看它是每三个循环一次 我们就三个 813 好 813 就念完就离开 念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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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接下来 你全部离开 你剩下一个 所以你要念8 还是1 还是3 所以你就是开始念8 余1 就是跟第一个一样 余2呢 就跟第二个余一样 那同学就说 老师那有可能 余3吗 不会余3 因为呢 余3就是整除的意思 整除那就是 全部都念完8 1 3 最后一个就是3 所以呢 余1 就是跟第一个一样 念8 42项 42 除以3 313 342 余0 余0 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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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余3 就是余3的意思 余3 那就跟第三个一样 8 1 3 第60项 第60项呢 60除以3 余0 整除 整除也是跟余3一样 整除就跟余3是一样的 所以是8 还是1 还是3呢 就是第三个 好咯 这个数列 813 813 有什么规律呢 每三个 重复一次 所以的重复呢 在这个循环小数里面呢 我们叫做循环 每三个呢 就循环一次 重复一次 所以呢 你如果要算第几项是多少 你就把它除以3 除以3之后 看余数 如果余1 就跟第一个一样 那就是8 余2 就跟第二个一样 那就是1 余3 不可能余3 余3 就是余0 就是整除 那就是第三个 813 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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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